张化县政府,推动重金属污染整治有成,16日举办整治成果,继全国首建土壤污染求偿上一拳清偿宣导活动,县长王惠美与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副署长林佐祥,张化地方检察署检察长张晓文等人, 共同见证张化县重金属污染整治成果。 我们的共同努力,让我们的兼兼顺顺顺,有法度在这个土地上好好地行动。 我们的着重点就在于,他对于环境维护,回复的这件事情,他必须要付出他的代价。 所以近期我们张化地检署对相关的环保犯罪的案件,除了要求业者,他必须将环境回复之外, 他当然还有一定的处罚的罚金,他都必须要去付出他的代价。 过去中小企业工厂,排放含重金属废水,造成农地土壤重金属污染, 张化县受污染农地面积,曾高达633公顷,张化县政府历经22年, 投入超过16亿元及2万人次,运用污染整治工法,移除土壤中的污染物, 并定其针对农地,土壤品质监测至今以全树整治完成, 为环境复原尽一份心力,未来也将持续守护环境, 留给后代子孙一个永续的家园。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导。